大家好,欢迎收看10月14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由台东县政府主办的2018台东县最美星空选拔 池上香的大波池以多样的地貌和低光汉 荣获了一星等点位的最高荣誉 政府也特别在大波池风景区举办了台东县最美星空音乐会 邀请了原住民歌手管弦乐团现场表演 并且由天文学博士李寻代引领民众关心 感受池上香夜晚闪笑的迷人美丽 5 4 3 2 1 倒数结束会场灯光熄灭 县长黄坚廷、池上香长张瑶晨等人 与民众一同沐浴在星光下 由台东县政府举办的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 选在刚获选台东最美星空一等新点位的 池上香大波池叛登场 现场有来自台东悲难族的乐手热力开唱 和知名世界级管弦乐团带来优雅乐曲 火动当晚也安排台东最美星空选拔 顾问李许代博士带着大家看星星 分享关心小知识 池上香大波池不仅被选为2018年台东县最美星空选拔 一新等点位 更是全台唯一由断层所形成的湿地 夜里星月倒映在湖面上也让池上香的夜晚更加美丽闪烁 记者肖家慧 陈敬玲 池上香报道